今天我们早晨起的醒的比较早 然后现在是快九点了吧 收拾完准备往沙湾线走了 今天早上和昨天晚上头顶上一直有燕群飞过 全往南边飞了早晨 全都开始迁徙了 那个声音叫得跟大鹅似的 听得特别清楚 排成的一字形人字形往南边飞 还有十公里到沙湾线 吃个早饭就接着往石盒子走了 走吧 今天稍微有点多云 早晨出来比较凉快一点 这边气温其实白天特别高 昨天给我们都热坏了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用怎么睡袋 盖着 就早晚能凉快一点点 现在我们到沙湾了 沙湾这个路左边全都是大盘鸡的餐厅 现在街上的人还不是很多 这些拖拉鸡呢 都是准备下地干活的 沙湾最有名的就是大盘鸡了 但是我们早晨不会吃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在别的地方都吃了 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嗜好 随便吃点早餐 所以接着走了 我和老王听说在沙湾北边的一个村庄 田间地头有一堆一百来个类人员排队做核酸的 所以我们就过来求证一下 看看现在类人员都这么自觉 开始过来做核酸了 现在我们就骑行在这个乡村小路上 两边都是棉花地 还没收割呢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田间地头的 类人员做核酸的区域了 看 身后 前在这站着抬着头张着嘴 排着队 前后间隔一米 看都在这做核酸呢 等着呢 一排一直到那边 长达一百多米 将近两百米 而且这个的一个圆人的高度 差不多能有三四米 四米感觉 四米高 然后都是一样的造型 一样的做工 一样的材质 一个模子出来的 不是不是 不一样吗 要么几种 什么 你看那个放在腿上 它手不一样 那个放在膝盖上 这个手放在底下 然后有的手是翻过来的 有的手是这样的 应该不可能一个模子就做一个吧 我就说它一家表面有四种模子 做四种 它把人一插开 还有手放在两侧的 放在两侧的手的关节的样子 动作都不一样 搞不好它这个真的是一个模子除一个 我看好像没有完全一样的 你看都没有完全一样的 这个和那个有点像 但是也不确定是不是一个模子的 而且你看头的姿势是不是都一样 都往上抬着张着嘴 仰望星空 等待医护人员的到来 你看这个身子往前倾 然后这个就垂直一点 它起的名字叫什么 不知道 仰望啊 这个我看好人的名字就是叫仰望 缘望吧 就是仰望 直接就叫 直接就叫核酸德了 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这都是用水泥浇灌的 往模子里浇灌上的 然后这都是模子 浇灌好了之后一干燥了 模子一撤就出来了 这大手 这脚 其实这个 他做的这个细节做的还可以 不是那种感觉粗织烂造的 做的还挺好 一百多个巨树 有的时候是108个 有的时候是110个 这个雕塑作品 其实他的整体感觉就有点像 甘肃瓜州的 戈壁滩上的那些雕塑 展品一样 就是现在一些年轻的雕塑 艺术家们做一些 各式各样的装置艺术雕塑艺术 放在田野中 放在戈壁中 放在荒野中 然后来吸引一些人来打卡 观光 其实这种东西 在美国很多 尤其美国的西部66号公路边上很多 他们那边弄的东西起步比较早 然后名声也比较大 咱们国内现在随着一些年轻势力的成长 也慢慢开始有一些这样的 稀奇古怪的东西的出现 这很正常 所以以后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 还是那句话 别弄得泛滥 弄得挫折烂灶的东西太多就行 热闹几天就没了 那如果他放在这 他有一个很好的宣传 或者很好的展示 能持续几十年 像人家66号公路那种 能持续上百年 那也挺好的呀 那也算是一个西部的一个 知名打卡点吧 刚刚听当地的老乡说 这个东西一个的造价就是两万多 一共一百多个 两百多万的造价 而且据说当地政府 想把这一片打造成一个旅游景区 开发旅游 然后吸引外地游客来 消费来干嘛的 这个就是做了个一半 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好 据说资金链就断了 现在就成了一个这样 说它是景区不是景区 说它是个网红打卡点吧 也算不上太网红 这就是说是烂尾工程吧 也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 就这么放在这 我们现在原路返回沙湾县城 然后呢继续向东去往石盒子市 还有四十来公里 今天就到石盒子就休息了 就等待过中秋节了 去石盒子这段最后这点路呢 一直都是顶着逆风在骑 风挺大的 再加上货车多 所以有时候灰尘有点大 而且两边的庄稼地呢 都在收割 所以农用车 货车 私家车 全都挤在一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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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我们要离开石河子市 去往糊涂壁和昌吉方向 现在早晨出来 正在往石河子东面的城郊骑 石河子还是很漂亮的 毕竟是兵团总部的所在地 而且常住人口也比之前的阿拉尔 那些墨浴人多很多 更有升级的一座城市 现在我们已经从石河子市骑出来了 穿过它东边的马纳斯河大桥 过了桥就到马纳斯了 北边这条路 一路上村镇乡市都特别密集 所以吃河根本都不用愁 在这条路上骑起来也比较舒适一点 但是就是车太多了 太乱了人也多 这个马纳斯河都干了 也不知道啥时候干的 两年前路过这的时候就没水 现在还没水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有水 还是已经彻底干河了 这个大桥现在也正在重新修缮 看旁边 这个桥都有点老了 两年前走的时候 这个桥上的车特别多 特别拥挤 所以桥也很老 也很窄 路也窄 现在都在重新建了 现在已经过了桥 然后来到了马纳斯的境内 过了马纳斯再走几十公里 下一个城镇就是糊涂壁县 然后就到昌吉了 我和老王跨过了马纳斯河大桥 离开了这个石河子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马纳斯县东北侧的一个荒地 这是一条小土路 特别难走 不过还好 没有砂石路 挺硬的路面 就是有点颠的慌 没什么人 这我们来这主要是看我们面前的这一座古城遗址 就是这个黄色铁丝往后面的 现在我们在地面上看呢 就跟一个废墟 一个荒地 没什么区别 它旁边东边呢是一个荒废的烧砖厂 那边和那边都是农田了 还有村庄 这个马纳斯古城 它现在已经也是被保护起来了 然后这有一个已经模糊的 看不太清楚字的保护牌 但是上面的文物保护字个字 隐隐约约还是能看到 其他的字都看不出来了 这个城这个城其实据说现在已经1400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到了唐代呢 这块是一个军事城市 是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一个交通枢纽啊 一个重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我们刚才飞到天空上看这个城规模很大 但是它里边任何的城墙痕迹啊 建筑痕迹啊都已经没有了 因为里边以前是种过地了 然后还栽树还栽了很多树 现在虽然保护起来这些地不让种了 但是它这个曾经种过地的话 那个地已经不知道都会翻了多少遍了 从清代 清代以前咱就不知道了 先不说了 到清代到民国 再到新中国的建立之后 这么几百几十年 那地都翻了多少遍了 一年翻一遍一年翻一遍 你想吧 它能剩啥了 啥都基本都不剩了 所以里边以前这个西北角那边 看见还有一个像开这种砖厂的那种 挖矿采矿的那种痕迹 特别明显啊 就是这里边什么都不剩了 这个地方周边连个像样的路也没修 一圈全是这种土路和农田 啥都没有了 不过现在给保护起来了 也就是给后人最起码能知道 这原来是有人生活过的 然后要不然真的就是成荒地了 啥都不知道 啥都没有 现在我们就大概过来简简单单看一看 然后给他拍两张照片 然后我们就接着往糊涂壁方向走了 我们今天大概就到糊涂壁那个位置 差不多就停了 还有六七十公里呢 这个古城距离现在的马纳斯县城呢 只有一两公里远 很近很近啊 就是现在这个马纳斯县城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县 没有查过 如果它是建国后建的县的话 那历史很短啊 如果它在古代就有了这个县城 而不是就唐之后可能就有就搬到那了 谁知道呢 老王你查查这个现在的马纳斯县 是什么时候建的县 查一下看看 你就查马纳斯县 它上面应该就有一些 关于它建县的一些介绍 1954年2月1号改隋来县为马纳斯县 隶属乌鲁木齐专期 1976年1月马纳斯县化归石盒子地区 1979年2月2号石盒子地区 撤石盒子地区 撤销马纳斯县复归昌吉自治州 那我们现在就属于已经来到了 昌吉回祖自治州境内了 那我们的行程马上又多了一个了 我们现在的行程马上又多了一个 昌吉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两天就一直在说 从伊犁伯州到塔城到 这个石盒子再到这个昌吉 现在行程马上有五个地区 所以现在危险系数非常高 危险系数越高 它这个地方越多呢 我们的这个出事的几率就越大 是吗 这块马纳斯西汉石 其东属乌坛资厘国地 其西为乌孙国地 对这就是乌坛资厘国的属地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国家 然后西边呢 就是我们从伯乐那边来 伯乐那边就是属于乌孙国的地方 三国是为乌孙地 三国时期这个乌坛资厘国 乌坛资厘国就被这个大国乌孙国被吞并了 因为到了三国时期和这个南北朝时期 就西域很多地方都被小国家都被大国家给吞并了 北魏时属高车 北周时属突厥地 隋朝时属西突厥铁乐部 唐朝时西突厥处密部 境内设有乌仔手桌 宋朝时属西辽 他刚才说这个境内设有乌仔手桌 就是指的这个城 这个城在唐代的时候 就是唐朝的一个军事设施 叫乌仔手桌 宋朝时属西辽 元朝时为高车回湖 后属别是巴里 明朝时为瓦剌底 清出准干尔 湖拉马部油墓地 隋来堡 那也就是说 清朝的时候 刚才说那个隋来堡 就已经搬到今天的那个马纳斯县城了 应该就不是在这了 应该他这在明清那一代那一时期的时候 元朝的时候 我估计可能就已经因为战乱 毁坏了 因为新疆很多这个古城 因为到了元朝蒙元时期呢 因为战乱 因为伊斯兰教入侵等原因 就很多包括这个蒙元时期 他们内部的一些 查克台韩国内部的一些 全力争斗吧 就很多古城都已经毁于战火当中了 我想这个古城也有很有可能 就是在那一时期被毁坏的 因为到了清朝的时候 他应该就搬到今天的马纳斯县城那个位置了 所以这个古城就大概就是这么个一个来历吧 因为关于他的这个介绍身世很少很少啊 因为他这个地方破坏太严重了 估计以前很多出土的文物被老农种地的时候 估计很多都已经流入民间了 可能都已经没法再找回来 所以证据啊 文物啊 可知供参考的东西啊 应该不是很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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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太阳已经下山了 这个气温明显降低了好多 今天降温了感觉 平时在乌苏那边 晚上露营都不怎么冷 今天早早就把水袋拿出来 老王今天是不是感觉有点凉 明显降温了 估计到了 吉姆萨尔巴里昆那边会更冷